各县市的选务机关人员也应该是要维护选丰最重要的把关者 但是呢在加一的选委会的这个选间小组黄姓委员 他竟然是涉及了还替西区一个候选人来买票 东窗事发之后呢选会的公正信也受到了质疑 那么选会立即澄清说这是黄姓委员个人的行为 而选会呢每个成员都是很认真负责的 目前这个委员已经是辞去了委员的职嫌了 身为选委会的选间人员竟然变身装脚 帮议员候选人买票的就是这位黄姓委员 东窗事发之后这位黄姓的选间委员兼装脚 被要求到选委会来报告 却正好碰到采访的记者尴尬的四处躲藏 跟黄委员取得一个共识他会辞职 加一市西区一位议员候选人母亲因为涉嫌会选 检察官传唤了30多人 其中身份最特殊的是嘉义市选委会的选间小组黄姓委员 他坦诚因为激欠人情受托以每票1000元向选民买了14票 那个黄委员他这个是纯属他个人的一个欣慰 那他一时不察因为人情的压力而做了这个不好的示范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也觉得很抱歉 选间小组委员涉及会选 这还是嘉义市选委会第一次碰到公正性也受到质疑 过去有这个情形吧 不会没有啊 人生都没有发生过啦 对不对 这个事务好像是偶然啊 对吧 嘉义市选委会强调这是个人行为 其他委员绝对是清清白白 一定可以进了其考验 这天新闻后郭文嘉义报道 对吧 第一次碰到杜民 equip配 Pod